欢迎回来 双方目前1比1打平 上一局比赛 其实 团战第二季的这个阵容啊 都是两波 因为龙爆发了团战 因为龙 因为龙导致自己的阵容被冲到了后排 第一轮暗影暴君刷新的时候是抢打 相当于硬抢 抢完了之后 但团战没打过 第二轮的话就是对手有了经济差 布了个口袋阵 等你进去 没错 所以接下来第二季如果拿这种大射阵容的话 还要稍微注意一点 不过刚刚还是展现出了今晚 这位青春风暴的新人对抗路的个人能力啊 对吧 机会能力很强 对 一个人冲进去 切掉了加罗和龙本五藏 追着龙本五藏打 如果是龙本段二走的话 就长时间没有二技能 就没有位移 对 一旦被减速就会被留 这一局第二季在蓝色方 搬掉了鲁班纳士和静 静还是上班了 XYG第一把自己用过的大桥 现在在红色方也会把大桥搬掉 夏侯的孙宾这些都放出来了呀 一抢夏侯 那孙宾要拆一下 孙宾 要配阿里吗 还是戈亚 戈亚 直接拿戈亚 配了戈亚的话呢 第二季他下路是可以出真香的 他也随上香也是可以出的 有 他也有黄中 但是没有鲁大了 对 这小码 先把上路做强 也没问题 嗯 会不会看到亚连呢 牛气冲天 看看XYG啊 觉得今晚肯定会了肯定练了 百兽肯定也练了 就看什么都用了 牛魔 成都脸了 第二季 双前排 既然上一局比赛打得那么主动 这局比赛也还你一把主动 是的 XYG选择了狂铁 嗯 那这把 第二季的目标就有了呀 前面帮季小满建立优势 压住狂铁 不能让狂铁一直线上压着季小满 嗯 这样大大削弱 狂铁在前期的作然能力 他们就可以掌握上半图的这个线权 没错 加上一个闪影花的那个传送效果 就可以频繁支援下路 第二季 这一局比赛 其实昨天吧 昨天是第一场的第一局 当时就是这样的 季小满在上路一上来 逼了一波当时阿泽狂铁的闪现 然后紧接着 当时是有阿古朵跟那个季小满 打了一波狂铁的闪 然后狂铁就被季小满单杀了 所以这局比赛今晚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今天今晚已经被连续做了两次局了 是 拿季小满一般队伍都会想要帮季小满迅速建立线上优势 让他能够自理兵线 搬掉了公孙离和鱼姬 凯和猪八戒都搬掉 这是不想给你坦克野了 现在狂铁看他配什么 XYG 在打野的位置上已经用掉了赵怀珍 他自己倒是有阿古朵 但是 没有 他如果拿阿古朵的话 那DRG又有了一个进攻的方向 就是打野区了 阿古朵在打下核盾的时候 起来之后确实好打 因为手长打手短嘛 对 但是在前期容易被进野区 中线的话对XYG来讲一定要不强 嗯 萌呀 打歌呀 老黎姐 上门很凶啊 这个阵容拿的前期很强 我感觉这把九月好难过呀 这把九月野区没有那么好保 嗯 第二阵的阵容拿出来 就感觉是要王军的野区走了 哦 伍则天 林梦再出伍则天 他第一阶段有用过一次 但没有赢 这把出伍则天给控 米莱迪吗 要出吗 上一次用米莱迪还是铃铛 咱听Hero就进 他在纠结 伍则天会好一些 我觉得 伍则天上次是XYG 打E-Star的时候拿出来用的 嗯 他如果拿米莱迪 米莱迪的机器人 会给那个萌芽充能了 是的 是的 就怕我吸的不够多是吧 哈哈哈 对啊 网儿也可以借助他的米莱迪 小机器人飞 没错 还是最终选了伍则天 补了个大团控 嗯 而且他的二技能推 很容易能把网儿的大招给打断 嗯 在网儿通常都是二三三进去卡一下 然后等你 如果你要是控我 我在交易 就现在直接选手对于网儿的理解越来越深了之后 他经常会飞一到两段对手要控他的时候 直接松开方向盘 不动 是的 吃完你控制之后继续用方向盘飞 这把孟兰是晕眩吗 晕眩萌呀吗 什么意思 晕 晕眩萌呀 晕眩萌呀吗 真的假的 这是防 这是防 坏了坏了 我都想着这个晕眩有什么用了 孟兰你选的是马可还是萌亚 你得搞清楚啊 这不是马可呀 你没有这种瞬间进场能力的呀 是的 你这不是你不是拿双枪的都是马可呀 还有鱼姬和萌亚呀 你这晕眩最多也就是别人牵你的时候给个空 是的 主动释放的次数应该蛮少的 都是别人被别人牵你的时候 你被动放晕眩 还是换了 换了换了 换成了机跑 那这把XYG是要保证野区的正常发运作 而且就是上线今晚这个点 黄铁在前期要小心 对面辅助不漏 你要小心的 已经被做了两把局了 我要是今晚这把我在塔下不出来 对啊 我开局我就不抢先了 对 反正我这个阵容也没人来帮我嘛 这是这种谁来帮啊 这是这种你让阿古朵过来帮你吗 影响阿古朵的这个篮区 阿古朵如果要是在红区赶露头 下火盾直接进篮 下路又是萌亚加牛魔这个阵容 下半图完全强 足够强 主要有阻位还是孙斌嘛 孙斌在前期的河道战线能力又不强 对 都是牛魔 没错 然后牛魔这个英雄也是可以对抗路开的 就对 蹲河道蹲鞭草都可以 所以这把XYG前期还是要打的稍微保守一点 要小心一点 嗯 要过渡一下 第二季可以打的主动一些 看第二季这局比赛怎么打九月的野区了 这个阵容不进野区有点吃亏 还有就是清风的网到四级之后 看他节奏往哪边起 这把一门孙病带的是治疗术 也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保命一下 起升阵容容错绿 嗯 进入双方的BO5第三局 蓝色方 佛山第二季红色方XYG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解说瀟灑 全军出击 一条一线 获兰桂 一条一线 获兰桂 一条一线 获兰桂 新向迷 急着借心 新向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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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什么承让 狂铁有二级了 来了 就是这样 倒不怕呀 他有二级 会多反打 对他二级抢到了 这时候孙命也跟了过来 你要帮的话 是不能让狂铁 升二 但是牛魔如果撞上去 那狂铁其实顺势而为 我连兵线带你人一起A 一样的 嗯 这是狂铁的特性 你单位越多 我这个能量攒得越快 这波还想顶两个 一一拍两个 上个晚上过来打一套 有抬血 是的 治疗了一口 那这波今晚没有闪现了 二级的回头还想反打 最终还是交出了一血 上了路还是出事了 这波是三打二啊 因为前面我们都已经预料到了 在对抗路可能 两边都会比较关照 但是阵容角度来讲的话 XYG会有一些吃亏 对 因为你毕竟是孙病啊 刚那个位置 狂铁已经把自己的锤子都快A断了 该打的都打了 对 跑不掉 那牛魔他毕竟还有个被动在 刚刚那个波 那波是清风过去支援了 婉儿先去的 嗯 再抢一个中路的河道之灵 武则天是回去清了这波中 所以上路是一个多打扫 今晚没闪现过墙 导致的后边走不掉了 对 想换一个 下路拿到 这个河道之灵拿到的话 孟兰就能够升到四了 要先一步修斗 虎妞老师一个人站在了XYG这边 XYG的阵容稍微拖一拖 直接上去留啊 一技能二段拍到 阿古的回头给个大招 也打了一波消耗 蓬蓬也掉了半血 这波蓝区马上刷了 嗯 但蓬蓬的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拿兵线回血回上来了 萌亚已经先打了 牛魔走进去 清风手里也有大招 也有狂暴 这波要打吗 他脱了 是的 再等下侯敦处理好中线再过来 从路的兵线拦截了一下 武则天 但武则天有大招的 牛魔大招拍一下 再顶上去补一波伤害 直接带走孙命 上关完这波还没有飞完 在最后一段过来 戈亚交出了黑砂爆弹 这一波伤害直接灌满 先带走了孟兰之后 再闪现追上去 再接一个普攻 拿到二连击破 又带走了清风 但自己最终被吉祥满赶到 吉祥满传了下来之后 再接一个一技能 拉到了两个人 再来一脚 直接带走了 林梦的武则天 阿古朵大招收回去 狂铁也跟着过来 牛魔再补一个二技能的控制 但是下核盾的二传一 没有拍到 但吉祥满回头技能又好了 上去再接个一技能 接二 配合牛魔的输出 带走今晚的狂铁 白兽完成了一波 关键传送 从上路传下来之后 后续补上了一些控制 跟伤害 帮之波团战止损了 是的 白兽先一步到的 对 今晚是跑过来的 因为林梦刚才蹲的 他在草丛给的 强化球 配合上秀斗 隔墙给了个黑砂爆弹 补了一波AOE伤害 直接把孟兰给秒了 对 那波团对于DRG来讲 已经有些危险了 又来了 中路上关玩 飞了一波 把阿古多飞残了 好在白兽过来止损了 然后继续进野区 但阿古多野区 一旦被进就有点止不住了 他必须要打赢一波团 又一个拍 再来一个拍 两个拍再加一脚 但这波扛了塔 借着兵线两段二 但是黄铁过来 再给一个2A配合武则定的伤害 带走了百兽的几脚满 那还行 其实刚才9月已经 交出了自己的成绩 就放成 哎 现在中路 孟兰被留 走不了 走不了了 黄铁拿了一个人韬 是的 就9月已经利用自己的放生 逞人 然后触发那个成绩的效果 去想抢这个红 但可惜也没能成功 那后续 红在林梦身上 对 后续的反打武则天 那个大招定了三个 让黄铁赶过来了 完成反打也不亏 这个龙 这个龙 大招飞过去 在天上浇了个城 最终秀斗也被留了下来 最关键的是留了一个戈亚 这龙道还好 这干净核心位置还倒了一次 对 五分钟这个小暴君被抢了也就被抢了 但影响到了核心位的发育 是的 你就意味着刚刚孟兰那一波在中路的倒下 这波秀斗又还回去了 两边的射手都死了两次 林梦武则天被卡在了中路啊 动不了 但他还好有大招嘛 可以全图支援 所以这个热点图应该是全图 是 哈哈哈 哈罗孟兰直接换位过来去找今晚 今晚的狂铁很难受 交闪了 极限交闪 那么这一波闪现交出来 那接下来狂铁就不好给后排威胁了 那这个红buff 又来武则天大招放的位置不错 但是伤害差一点 对 红buff还是被控了 嗯 这是前面不能预料到的 就是XYJ的野区会被疯狂进攻 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就需要靠着武则天的这个大招控制效果 看对面扎堆进野区的时候 能不能打出比较好的 和那个戈亚的联动吧 嗯 他的两个大招 武则天的大加戈亚大招还是 一瞬间的视觉效果还是挺好的 除了还有个阿古多的一技能 跟戈亚的大招也能形成一个combo 对 就是这种狭小地形的团战 他们的控制倒是挺足 对 但红蓝全部都掉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阵容出来的时候 对于九月阿古多的一个担心 不然第二季他这个阵容拿到手 那大概率只要拿到一点小优势 是一定第一时间去选择往你的野区打 他中路都补玩儿了 就是要把进攻打到极致 对 要不然正常发育情况下 发育到后边下侯顿面对有孙病 有阿古多的局 他其实挺难打的 嗯 现在是有着足够的经济优势 他在团战里会非常好发挥 秀兜的戈亚选择了第一件装备 补的是无尽 不像是我们前两天看到的出的是暗影战斧 暗影战斧跟无尽嘛 两种选择 无尽的话可能成型会更快一些 要的是爆伤 选暗影战斧的话 前期打压能力更强 CD短 跟孙上香出暗影战斧是一个道理 对 前面的补充了一些技能的伤害 对 就是因为在上个大版本的小版本 后续小版本的更新当中 把戈亚的普攻 普攻多了一个常驻50%的攻速加成 他前期不缺攻速 所以现在戈亚对于引刃的依赖 就没有那么大了 这波红又没了 感觉要连续控红蓝了 蓝又快刷了 现在XYG好像在正面团战能力上 是有点接不过 对 没优势 前排扛不住 然后伤害量也有点缺 对 他需要的是用完美的控制链 打出一波奇效 而且是DRG交先手技能 他们躲过了一轮 利用孙兵的二技能化解了一轮 再反打 才行 他们主动开先手 还没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想要集火 把夏侯尊给秒掉有点难 但是9月靠着阿古朵大招 是把这个蓝buff给砸回来了 那还不错 守住了一个蓝 蓝buff对于阿古朵 还是挺重要的 可以让他的球球打出控制效果 是的 吃的蓝buff越多 他普攻所触发的控制效果 所需要的这个次数就越少了 只能说这把在前面一点 阿古朵的野区还好 要不然蓝区的小野都被反掉的话 就意味着阿古朵的一技能 大家都放不出野怪 对 都站不了视野 但其实萌亚也挺喜欢你放出野怪的 给他充能回血 补充赤怒直 跟米莱迪一样是吧 哈哈 所以萌亚喜欢打那种多单位的英雄 红区又要刷了 但是狂铁在那个位置抢了一波边路线 能稍微牵制一下看一下技巧版的选择 不管兵线先打入侵 对 武林手野区 但同样第二届也是武林入侵野区 夏虎敦先上去打一波控制 武林大招已经放完了 那没办法 你技巧版那个位置 如果你再往前压 他一个一闪上去留住 我就不好走了 这阵容第二届真的不讲道理 他前排足够扎实 且最有经济的 最有钱的好像是蓬布的夏虎敦吧 6300块 对啊他很 他是一号位好像 很能扛 又上去了 一个人扛在这里 戈亚打半天 蓬蓬掉三分之一血 终于他也被他们转线转掉了 是的 就这个位置让蓬蓬往前一挤 你这个防御塔根本守不了 那马上要到10分钟了 10分钟的两条龙啊 感觉都是佛山第二届的 因为XYG这个阵容换龙也很慢 嗯 这阵容感觉都是打一套的 就戈亚有持续的 戈亚现在没穿透装 对 太吃自己大招之后的一些爆发 然后比前排吧 XYG也比不过DRG的前排 然后比伤害吧 因为有清风的伤光碼 再爆发也比不过 现在就很尴尬 现在XYG就是只能力 只能利用机动性来打了 但是你机动性只能跑 现在很难反打 你没有像银正这样的强消耗的英雄 所以你的拉扯 纯粹只能用来逃跑 而无法进攻 龙 还是被彭彭给拿下来了 彭彭已经完成了制霸野区 乘七 连续的控龙 控对面的buff了 七次 这个局面现在就是 你拉扯你的 DRG要什么都给 只能给 因为你是打不下去DRG的状态 对 他一直保持着抱团压你 你没办法 因为你正面五打五 没胜算现在 嗯 那技巧慢有续航 夏侯顿有续航 萌芽有续航 完全能把XYG这些小的 像孙斌的一技能啊 武则天一技能的消化给抵消掉 清风出了破检之一 破检之一加世神之书 嗯 还出了一个进化水晶 后边捕食之预言 嗯 这样的话都是加血的装备 就可以触发破检之一的被动效果 破检和禁魔 诶 这波狂铁又把蓝抢回来一个 那还行 但其实对于大局来讲 影响不大了 这个buff 现在DRG就是 带着双龙buff 把暗影先锋放在了上半组 再拿一个暗影暴君 这波是要给中上足够他的压力了 看XYG怎么办 这一波XYG会面临着三塔的情况 就是中路两塔和上路一个塔 看能不能守住 能守住几个 我觉得要看他守塔的时候 尽管啊 这里能量攒好了之后 跟武则天大招配合一波打一套爆发 嗯 只有他能打出瞬间超额的伤害 打到脆皮身上 因为孟兰这把没有进化 他是急跑 他只能盯准 打其他人都打不动的 是的 上路这个高地 基小满先手 是的 上去二二二再踢一脚回来 狂铁过来二技能拍两个 上去打一波百手先倒 看这波萌压在旁边 一技能狂火箭扫满 带走了今晚 两边的对抗路都倒了 是的 孟兰 这一波人头是给清风拿到了 反正是一个一换一 XYG的赵华生技能 除了狂铁没交其他人全交了 对最终也只守住了一个中路高地 这么大 第二轮 再控一波双龙的话 这个经济差可能就要逼近一万了 但是下一轮 西武斗的戈亚应该能把破晓给合出来 嗯 他们需要去规划一波团战 就是对手可能是以攻高地为主 但是他们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控制链 去把DRG的C位给切掉 对 他得找个机会 越过前排 破检之一晚儿 这是我们今天赛前评论席没有聊到的这个英雄 上官玩 破检之一晚儿没有聊到 狂暴玩儿 他现在的这个生命值也够了 触发这个破检之一 是 这波伍德连给大招控一下 阿古多也给大招控一下 把下毒的兵线给理完 但是是个高地塔 岌岌可危了 守不了了 第二届一点都不急 一点一点的推 黄铁现在没能量是最尴尬的一个点 技巧蛮往前走 把人赶走 下路再来 强拆了 是的 三高全破 三高全破经济差也快必进一万了 然后龙刷了 那这个时候XYG就要选择了 这个龙怎么办 如果给了的话就面临可能会被直接强推水晶 这个龙暗影之间放 哎又一个成绩 哇 蓬蓬真 让人绝望 只能说 还能再控个龙 啥都不给 技巧蛮是绕了一波视野 这条龙拿完了之后 技巧蛮那里被看到了 他如果再不进去绕的话 他就要被兵线给看到了 其实主要还是上路那一波 上关完了支援速度快 其实XYG他们的中路抢线速度已经比DRG快很多了 我记得第一波兵线的时候 当时一门给了一颗雷灵梦一个大球 那波兵线就已经快清完了 但刚才他们回到第一波对抗那里 他是在防人DRG的野区打的 顶着别人 对对对 一个15的减伤在的 你的伤害少 在那打价挺亏的 今天DRG就是对今晚这个点发起进攻 因为这是这套阵容里面比较强势的一个点 你只要把狂蝶这个点按住 他拿不到线权 让技巧蛮能压狂蝶的情况下 那XYG整体这个阵容就没有什么声音了 对 你的野区就会沦陷 你下路割亚 前击也没办法跟萌亚对抗 如果狂蝶这个脸他DRG压不住的话 那狂蝶可以利用他的线权去提前传送他优先支援 是的 就不一样了 也是那波龙团嘛 牛魔拍两个 但自己有点扛不住了 被狂蝶给带走 这一波上光瓦上天飞起来 但是萌亚被狂蝶拍了一下 被打到了残血 回头打两波上光瓦飞上天之后 没有能够把人给换掉 最终DRG是献出了中辅两个人头 没有能够换到人 但是蓬蓬很能扛 狂蝶一个人扛在里面 但是谁能接他呢 也接不住 DRG这波在供高地的时候 连倒三人 被打了一波零换五 而XYG这波是顶着巨大的经济差 刚刚是逼近一万的经济差 打赢了这部团 对 是因为阿改在里 他顶进去的第一时间 他有点太早了 这拖了多少节呀 队友都还在蓝buff的位置 导致他白白挨打吃了伤害 队友还没过来跟输出呢 然后瓦儿的效果也并不好 随便一个二节能直接化解 还有治疗 然后逐个被放倒 蓬蓬虽然能扛 但是发现萌芽那里输出环境 是直接被一个狂蝶给威胁了 就导致了呼噜哈救爷爷有点 这样一波 哇这经济差直接缩小到了四千块 没错 刚刚我们来说毕竟一万的时候 当时的经济差是八千 这个经济差 其实到这个点 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对就不大了 因为双方的总经济都已经在五万了 那就看团战发挥了 而且孙命越往后拖 他的二技能 对于团队整体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是的 二技能只要用的好 可以废掉瓦儿的伤害 双方瓦儿跟不知火舞还不一样 不知火舞好歹还有个控制 瓦儿是没空的 对 瓦儿只要冲上去想飞 孙病就有足够多的反应空间和时间 让他放二 对他不像虎骨瞬间一套 瓦儿呢有很多前置铺垫 让孙病很好能够反应过来的 对 这样打双方在高地前的这种大团的对拼上 反而是XYG会舒服一点 他们背靠泉水 只要C位不被第一时间开到 他都可以接受 对我身边二技能拉扯一下 这时候出来去控制个红muff 有毛先上去大招拍一下 夏国队里上去也挤到的人 再来个一技能拍一下 吉小满这波上去之后 被武特连的大球给打了一波 空了一手 只能二往回跳一下 哥亚基开出了黑大爆弹 上去先点出了孟兰的一个复活 这波修动还在往前追击 但是我们还要摆兽过去推他 他打了去偷家了 武特连这波兵线推不出去 百兽 百兽又是你 让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 眼看着正面团战打不过了 选择直接去偷家 哇 这个百兽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上路冲过去一技能 吃到了武特连一个大球 二二跳走之后 原以为打不了了 选择了中路直接冲进去 把家偷了 百兽这个大局观还是可以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看着正面的团战颓势已经来了 但是他看到中路有兵线 超级冰进去了 对 这下游孟兰 上游百兽 佛山第二季真的是厉害 是的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琪 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呢 可能队伍终结比赛的方式吧 是的 本身应该是上三波团战 牛魔开的那波要终结掉的 是的 但是那波兵线没到 人也没就起 开的脱节了 对 其实到了后期的话 有孙兵在场嘛 真的还真不好说 对 而且像武则天 他其实也是个大法师嘛 然后萌亚你中期往后的话 他也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你去跟戈亚 然后戈亚的那个黑亚爆弹 加上武则天的大招 对于对方的威胁 其实也是很大的 然后这一场的话 我想聊一下狂暴网儿 之前的狂暴网儿是出出狂暴 带狂暴 然后出爆裂 然后再加吸血 吸血书嘛 然后日暮之流啊 就是会叠一些血量砖 跟吸地砖 之前带闪现的容出力太低了 对 它狂暴一开 基本上配合吸血之书的话 就是你可以用肉体去扛伤害 扛完伤害一个大招下来又满血了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大家会选择用狂暴网儿来打情中期嘛 因为坦度够伤害也够嘛 这个版本来说的话 唯一的调整的点是它不用出爆裂了 对 它直接出改改良的那几个装备 更新的那几个装备来说的话 三进套一出双汉有的 血量也够了 也有了 输出还比以前高了 我觉得狂暴网儿相当于上个版本来说的话 是一个加强 对 但是在我心目中它是法刺 它不是法刺 它是法刺 但是 但其实你要说就是 它出道破茧之一和实之欲言的一个效果 确实是法刺起到的牵制作用 就是我选择前置信先进去踩你一波 我不行把伤害打出来 我还起到牵制你的效果 对 一旦你的注意力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的队友就很舒服了 但其实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法刺 结果它具备了一定的法刺的属性 它就是法刺出了法刺的装备 是 反正是起到了很好性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今天在赛前 就第一局的赛前 我们其实也提到过 你说你问我 你说让我找那几个法刺 我找不出来 但是你比如说太一阵人 我感觉就可以 其实我们今天又找了一个 其实婉儿也可以 是然后也确实我们赛前 没想到 赛前确实没想到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吧 因为 其实婉儿在出道狂暴之后 其实它整体在那种局内的一个效果和伤害 就是它的容错率变高了 是的 它出任性鞋的情况下不容易被打断了 然后这个版本其实有个优化 就三段就可以上天了 其实已经优化了非常多了 我觉得婉儿的容错率已经OK了 没问题了 只是说你拿婉儿 一是怎么打开优势 二是怎么终结比赛 这两点你要去掌握好 因为婉儿他本身来说 他不算是一个 就是他跟活武虽然都同属法刺类型的 那活武是越打越厉害 婉儿是越打越乏力 所以婉儿在前中期 他一定要建立足够大的优势 对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 他还要做到一个角局 能让对面把阵型散开 让自己的队友有机会 去扑到对面后排的一个角色 对 撕开阵型 对 撕开阵型 这件事情 其实是现在这个版本法刺 非常多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把 其实我们也可以观测到 就XYG这个武则天的这个选举 还是蛮有想法的 武则天的选举 其实是一是门亚跟网儿好打一点 就好打这两个 第二点 我觉得武则天 其实他在野区的一些团战还不错 其实表现的还不错 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的 只是说前期奔得太快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教练是想到了 因为他们前面选出来之后 包括说佛山第二季 他本身阵容非常扎实 然后他知道对面一定要来打野区 而武则天在这种野区的这种小范围 他的大招可以扑得非常大 然后有机会反打 我们会看到阿古朵一个大招 武则天一个大招 各样一个大招 然后阵地战就打起来了 是 三个圈 想法是不错的 直合机前期还是不能太严重 因为前期其实在牛魔帮助上路这个 技巧版建立对线优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牛魔和技巧版这个组合前期的一个强度 一旦就是说在线上建立一些小小的优势 他可以不断的滚这个经济 但XYG我觉得整体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本军NVP给到了阿改 牛魔的话主要还是几波前期的表现特别的好 包括第一波配合网额把狂铁收掉 然后第二波第三波的话在蓝区就是第一 先杀顺便然后对面资源过来的情况下 又闪顶两个 其实这两波这几波把前期几波打开来了 对包括说在对方的狂铁收残局的时候 他帮助了自己这方的一点点残血的情况下 也帮助自己这方打出了足够的控制 这是前期的第一波 双方互相抢二线 牛魔先一步比孙命到达 主要是后面 这里王过来了之后比较重要 然后配合绩效慢的伤害和控制 等网额到 这波打的有点久 从30秒达到了1分10秒 这波的话是开孙兵 开了然后配合网额先杀掉孙兵 他在片你看到没他在片 就配合起来 然后一波直接顶上去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他们的沟通或者是他们的衔接 做的实在太好了 就他在那片片完了之后 当他出手的时候 他的所有队友都跟上了 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一波 他这一波帮助帮助队友建立到 他就对面来收割 完全没有给机会 其实也就是这两波之后 你就感觉xyz好像整体在这个野区的工坊上面 就会开始慢慢落入下风 本身门亚网额再加一个下火灯 就是打一个前中心的强度 那强度已经够了 打出效果来我们就会发现 中心开始xyz根本守不了 你要杀我就给你杀 然后只等你最后有没有失误的时候 如果有失误了 我其实说明哥压后期还是挺不错的 其实这场相比于上一场就是会出现到那个问题 就是上一场我们也看了一局对吧 上一场标舞 就在EDGM打MTG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把 就是出现了上路可能单线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特别对抗路 但这把xyz我觉得虽然是输到了比赛 但整体我觉得在局内的一些反应和判断 在B战这件事情上是做得很彻底的 就是我知道你这个时间强 我碰不过你的下猴 我也知道我这个猴 我只能尝试性跟你博弈一下 其实他从阵容开始就是说他看到了佛山第二季的阵容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佛山第二季他的打法 然后他从他从选阵容以及队员在比赛中的执行力 都是围绕着他自己本身这个阵容的方向去打的 只是说对面比如说像流魔 他的几次没有能够让狂铁收割起来 然后又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局势没有拖到他们的强势期 导致在前中期就被终结了 显得是其实说我有狂铁武则天也是保围的还不错嘛 但是对面的发挥更好找了两拨机会就打出来了 其实就算到了最后一波 孙铁有机会能清掉兵线拉扯吗 因为破伤度也没有关系 打同已经打得过了可惜了 终于线没有清完被偷了 对就是实际上这就是前期奠定了太大的一个劣势 如果说前期他们真的不是流魔找的那几拨机会的话 就没有掉那么多人头的情况 可能这个局势真不好说 是而且最关键前期的那些控制都是一个重叠控制 就是遗传多的 对那你就是一个控制效果起到了一个群控的效果 那也真的是其实对于牛魔 对于这个XYG来说正面的一个压制力实在是太难抵御了 好比赛马上开始了 时间交给金说鞋 欢迎回来目前佛山第二季